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合规管理 因为在17年我们中信中信 有个收到美国的长臂管辖 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也是给我们敲响了一记警钟 18年我们毫不夸张地讲 中国企业应该说是一个合规元年 为什么说它是合规元年 就是在18年出台跟合规相关的文件 出台的四个 一个是国标的合规管理理系指南的正式实施 第二个就是国家国座委出台了两个 一个是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求实的办法 一个是中央企业合规管理理系指南 还有发改委前头的七部委发布的企业境外的经营合规管理的指南 这个是在18年底发布 那么国标的合规管理理系指南是增强了 埃索的这套管理体系 那么从这个像制定啊实施啊评价维护啊形成一个闭环 包括建立到改进啊形成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闭环的这个这么一个体系 那么国人国座委发布的这个中央企业合规管理指引来看呢 就是从这个合规管理的职责到合规管理的重点到合规管理的运行 以及到合规管理的保障啊进行的这个前方位的这个这个一个指导啊 就是如何来构建一个完善的这个合规管理的体系啊 进行了一个这个这个非常详细的啊这么一些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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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 那么发改委出台的这个这个企业境外的合规管理指引呢 也是从框架上啊就是从合规管理的框架到这个这个合规管理制度 到合规管理的运行机制到合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处置啊 到这个合规的评审跟改进以及合规文化的形成啊 也是这个这个进行了一个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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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导 那么那么综合来看啊就什么叫合规啊 我们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合服规则啊这所规范的意思 那么合规我想是分为这个这个呃两两类吧 一对是广义合规一个是狭义合规啊 那么狭义合规的通常是指比如对法律法规包括监管政策以及内部规章制度的啊 以及包括对外合约的一个遵守啊 这就是我们通常大家我们讲的这个是狭义的这个合规 那么广义合规就还包含了包括像对诚实信用公习良序等社会功德和商业道德的一个遵守啊 这就是从广义上来谈的一个合规 那么针对合规我们当然有合规风险啊 这个合规风险呢主要是指没有能够遵循法律对吧监管规定规则 包括自立性组织制定的相关的诊责 而有可能遭受这个法律的制裁或者监管的处罚 那么从而造成这个重大的财务损失或者生产损失的一个风险 那么针对合规风险啊就是我们就有合规管理 那么合规管理的主要是指制定实行合规制度 防翻合规风险的一系列的组织 计划程序和方法啊 涉及到我们这个企业经营管理的方方面面 这是关于合规管理啊 那么第四个关键值就是这个内部审计 内部审计 那么内部审计的是这个是18年3月 这个审计所发布的11号令啊 这个是从18年3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 就是关于内部审计的一个工作规定 那么根据这个规定对于内审的啊 它的这个它的意义啊 就是主要是这个被凑禁被审计单位 在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内部控制 防翻风险和体制增效啊 这个具有十分重要的这个这个意义 那么从定义上来看呢 它主要是指这个对等单位 及所属单位的这个财政财务数字活动 包括经济活动 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啊 实施这个独立客观的这个监督 评价和建议 来促进这个单位完善治理 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一个活动 那么在这里面也是对我们内审部门啊 这个啊 这个啊 它的这个职责啊 进行了一个法定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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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其中对于风险利控相关呢 比如说这个要对本单位 今天呢又针对内审的工作 又发了一个这个指导意见 那么这个指导意见呢 提了八个方面的要求啊 就是这个啊 呃 呃 呃 我把它总结了叫一三个二一等 这个要求 那么一呢 是一提高啊 就是对于内审的工作重要性啊 啊 这个是呃 呃 要有一个重新的啊 我觉得要有一个重新的一个认识 那么 审计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 就是我们在这个指导意见里面是这么说的啊 就是这个呃 要认识到内部审计要作为单位经济决策 就是科学化 内部管理的规范化 风险防控常态化的 一项重要的一个制度设计 那么即使本部门本单位 强化内部控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那么同时就是国家自立理系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 所以内部审计已经上升到国家自立啊 这样一个一个高度 那么两促进 两促进呢 一个促进呢 是促进这个管理经营绩效的提升啊 实现这个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那么第二个促进呢 是促进完善内部控制 加强风险管理 那么这里面再强调 就不仅要查病更要自已病防卫病 那么对于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方面的要求 就是说要根据本部门本单位 完成自己的需要 要针对所有的业务活动的内部控制 特别是控制环境 风险评估 控制活动 来开展这个专项的内部控制的这个审计 那么通过审计来揭示内控的缺陷 要提出这个优化的建议 来改善这个管理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强调的是对合规性 要这个对合规性 要进行开展这个利部审计 那么第三个就是对风险防控 对风险管控 要特别是要特别是 比如说强调要聚焦跨街跨境的这个风险防控 来来进行这个审计 及时的发现这个管控过程之中的一些风险隐患 那么两生日呢是强调 一个是要生日开展金泽审计 另外一点呢是要这个深入推进这个审计的潜伏盖 这个要强调这个要加强审计的清晰化建设 要强化大数据的审计思维 要增强这个大数据审计的这个能力 这个强调要这个一审多项 一审多果一果多用 这个一些审计方式方法 这样一些创新 那么还有两个强化 那么两个强化呢主要是 就是一个强化的是强化内部审计结果的这个应用 那么把这个审计结果的应用呢 要作为把这个内审的结果 以及整改的情况 那么要作为好和预免 讲诚干部和相关决策的一个重要的参考 那么第二个强化的是要 加强对内部审计工作的领导跟指导 那么这里面就是也是特别强调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说要这个各部门各单位要这个认真落实 接着党对审计工作领导的这个要求 这个部门单位的这个党组织董事会 这个或者主要的负责人 要定期的拼起内部审计的这个工作汇报 要加强对内部审计重要事项的管理 这是自上而下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自下而上 就是内部审计工作 那么要这个要自觉的在这个党委的领导下开展 要严格的执行这个重大事项的报告制度 涉及到审计计划的确定 审计情况的这个报告 包括违规事项的处理 违法问题的移送 都要及时的向这个党委或者党总这个报告 最后呢就是一时应 那么一时应呢就是要求这个内审的队伍 要这个建设这个高数字的这个 像高数字的这个专业化去转型 那么特别是强调了 要完善这个内审人员的知识结构 要提升这个政治能力 专业能力 宏观政策研究能力和审计的新计划能力 这个坦率的展示对我们整个内审的队伍 提出了一个很高的一个挑战 一个要求 我们整个内审是要做一个重大的转型 就包括知识能力 这个审计的理念方法 包括审计的工具 我想要做一个前方位的转型升级 这是关于审计所对内部审计的指导意见 那么国务人国度也是在近期 也是印发了 关于深化中央企业内部审计 建筑工作的这个意见 那么这个意见主要是从中央企业 和出资人两个层面 对中央企业的这个内部审计的理智机制的建设和运行 提出了这个明确的这样一些要求 提出了一些明确的一些要求 那么这个第一个要求的是 从组织这个建签内部审计的组织体系 要强调这个内部审计的领导理智的建设 这里面强调了这个三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明确的这个要求 就是我们中央企业要建立建签 由党委 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董事长 总审师 经理层 内部审计机构 组成的上下贯通的这个内部审计的组织体系 强化起内部审计的统一管控的一个能力 那么第二点就是强调要进一步的完善 企业内部审计的领导理智 就是要跟审计所的要求 这个是保持了一致 就是明确党委对内部审计的领导 明确董事长是内部审计工作的第一责任 距离要去封管这个企业的内部审计工作 第三点是强调要发挥董事会下的审计委员会 对内部审计的管理和指导作用 就是同时也强调要加快建立这个总审计师制度 要由总审计师来直接聚礼负责来抓内审的这项工作 第二个方面是强调内审的管理的理智和机制 那么这里面最终也是强调了三点 那么第一点就是要求这个中央企业要建立建前这个内部审计的管理的这个理智机制 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集团总部要加强对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这个统一管控 这个包括这个统一制定的审计计划 统一这个调配审计资源 统一确定审计标准 统一把控这个审计质量 要尽快地形成这个上审下的这样一种审计管理的这个理智 那么第二点呢强调的是审计制度的这个体系建设问题 那么特别强调就是内审的制度这个制度建设要重点聚焦 这个落实这个党和国家的方程政策和国家的重点任务 还有国有资产的监管政策 境外的国有资产内空领域建设等这样一些重要的事项 重点的领域和关键的环节 那么第三点强调的是这个内审工作的这个基地约束机制的建议 就是一个方面是要落实这个审计工作结果的签字背书的这个责任制度 就是谁签字谁要负这个责 那么同时也是在要创所建立这种差异化的好合理性 然后就要把这个好合的结果跟薪酬跟晋升跟运质交流 要挂钩 那么同时也特别强调对于内审工作过程之中的各种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 要严格的这个问责 这个第三个方面呢是就是强调的就是内部审计的这个运行机制 这个提了一些相关的这个这个要求 那么在运行机制方面呢就是强调的有四点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强调的一个审计的 工作的一个实施的一个广度跟深度 就是要求我们至少五年要对我们所守的执起 要进行一门全覆盖的审计 那么对于重大的投资项目 重大的风险领域和重要的执起 每年要开展一次内部的这个审计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强调信息化的这个建设和应用 那么特别强调叫夜审计理化的要建立这个夜审计理化的这个平台 那么特别是鼓励这个条件好一点的这个信息化基础 稍好一点的企业要用这种大数据 这样一些这些先进的一些技术手段来开展这个审计 第三点要求的是要和这个内部的其他的这个职能的这个监督 要形成一个协同机制 那么这里面包含了我们的监司会啊 纪检监察啊 刑事啊 法律啊 财务啊 违国责任追究啊等等 内部这个监督部门的这种沟通协调和工作成果的这个共享 而第四点要求的是审计队伍的建设啊 就这个跟审计所谓的要求应该是一致啊 就是我们整个审计队伍要转型升级要更加职业化啊 就是尤其是对于大数据啊 像这种现代信息技术的啊 这个这个应用啊 这个应用啊 而第四个方面呢 是谈的这个内部审计的这个重点的领域啊 那么这个重点的领域跟事项呢 是大概十个方面啊 十个方面啊 一个是 呃像这个 这个 金泽啊 这个金泽的就是 特别是 强调这个要围绕权力运行和责任落实啊 加强对领导人员和 掌握重要资金决策权 分配权 管理权 执行权 和监督权的 这样一些关键岗位 这个主要领导人员的审计力度 而且明确的要求 对于二级执行业的主要领域呢 运行内 至少要实施一次啊 这个金泽审计 那么第二个人的要求就是 提资增销稳增长啊 就是 呃 这个主要是 呃 重点关注这个 这个会计政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变化 以及 在何项事项里面呢 像这个成本费用啊 两斤啊 资金集中啊 云工成本啊 负债管控啊 等等方面的这个审计 那么在主则主业方面呢 呢 主要是这个 这个 对党非 业务的剥离 两支的处置啊 包括工业链 供应链 产业链 包括投资 项目的负面清单 包括这个 这个长期不分红 甚至亏损的 这个 这个产股股权的清理 以及违规的罢靠啊 加大这些方面的一个审计力度 那么 那么第四点呢 是 混合所有制的这个改革 那么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就是 那么重点的关注这个 这个决策的审批 包括资产评估 交易定价 职工安置 这样一些 重点的环节 那么同时 特别强调通过公司章程啊 就是 参股协议 等等 这样一些这个 这个 法律手段 来保障我们 国有主动的这个 这个省级监督的权限 第五个方面呢 是 第五点就是谈的是 大的资金管控 那么这个就是 重点要关注这个 这个官员港费的授权 不相容港费的分离 这样一些 内控环节的这个 制度的见钱情况 和执行的情况 那么 那么尤其是对这个 资金中心 这样一些资金管理机构 就是每年至少要 开展一次这个内部审计 开展一次内部审计 开展一次内部审计 对于关键港费的重要环节 要实行这个常态化的这个监督 那么最后一点呢 是 第六 第六点就是 这个对对赌模式的这个 这个并购投资 就是主要是 关注这个对赌指标的完成情况 它的真实性 完整性 以及这个主要程序的 这个重要的这个 依据的一个合规性 第七个 重点的 是这个 三中一大事项 三中一大事项 那么这个主要是在 这个 要注重这个 前过程的一个 跟踪审计 大概是在可行性 研究认证 进行调查 资产评估的这样一些 重大的决策 重要项目 这样一些有重要影响的 环节的一个 监督的一个力度 那 第九个 重点事项就是 境外的这个资产 境外的资产 这个也是要求 针对这个 重点境外的 这个大额资金的使用 大额的采购 这个重要的 思想和环节的这个 这个内控审计 做到点面结合 来有效的 提升审计的效益和这个效果 第五个方面的强调的是 这个 就是 对于整改的 落实 和这个内审 这个成果的运用 那么这里面呢 特别强调了两点 一个是整改的落实 整改的落实 这个就是说 内审发现的一些问题 要及时的 要反馈到这个责任主体 那么同时也强调就是 被审计对象的主要负责任 是整改的这个第一责任 那么这个整改 要通过抬账管理 消耗制度 跟踪审计 回头看等等 一系列的措施 来强化对审计发现的整改 一个落实 那么第二点呢 强调是对这个 这个审计结果的 一个运用 那么审计结果呢 主要是把这个审计的结果 和整改的情况 要跟干部的好合运面讲成 要挂钩 第六个方面是这个 谈的是出租人监管 出租人监管 就是这个 那么这里面也是强调了三点 第一点呢 是要指导这个 中央企业要制定这个 年度的内部审计的工作计划 要这个加强对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统筹 跟资源的这个整合 那么也要求中央企业要定期的 暴冲这个年度的审计计划 包括这个审计的工作报告 以及审计的这个 重大重要的一些发现 要加强这个 这个审核和深度的一个分析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是要求这个 建立健全出租人的这个 检查评估的一个工作机制 就是去探索 制定内部审计工作的效能 评估指标体系 对这个企业内部审计 体系建设 运行和整改的落实 进行一个出场 那么对审计工作的效能 每五年实行一直前面的这个 这个评估 那么对工作开展不利 或者成为重大问题的企业 要这个 这个应发这个提示案 或者通报案 那么第三点呢 是要加大责任追究的一个力度 那么主要是对这个 内省工作中存在这个 实质独职的行为 把要严格的 这个追究直接责任 和相应领导人的这个责任 那么还有对这个重大问题 应发现而未发现 就是裁判不利的 要足及落实这个责任 要坚决的这个追责问责 就是这个 官员内部成绩 那么第五个关键词 是这个责任追究 那么责任追究的是 在16年的时候 国务院当工厅 发了一个63号文 就是这个是 官员建立国有企业违规 违规进行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的 一个意见 那么也是要求 在今年年底前 要全面建立 覆盖各级里行出责任 职责任的机构 就国有企业的责任追究工作体系 那么国人国志伟呢 是针对于63号文 应该也是 发了两个文 一个是37号令 一个是37号令 有中央企业违规进行 责任追究的 这个建设上关的一些要求 那么对于37号令呢 我想就是 核心是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就是说 什么是违规经营投资责任 那么要追谁的责 就哪些事上去追责 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影响 那么根据37号令的定义 就是违规经营投资责任 主要是指我们中央企业 经营管理的有关人员 违反规定 没有理行 或者没有正确理行 那么在经营投资中 造成国有资产的损失 或者其他年终不良后果 应当承担的责任 那我们在判定 这个违规经营投资责任 有四个要件 第一个要件是主体 这个主体主要是指 这个中央企业的 经营管理的有关人员 那么这个有关人员指的是 什么人 三类人 一个是国有独资企业 国有困国企业 及其分支机构的 这个领导班子的责任 就是公司的高管 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央企业 中层和基层的 这个核心 岗位管理上的这些人员 第三类人员 就是这个中央企业的 违规经营投资责任 追究工作的有关人员 那么这里面这个主体 讲的是这三类人 第二个要件就是克里 那么克里就是国有资产的权益 要受到的审害 那么第三个要件就是 我们这个有关经营管理的有关人员 那么主观方面是有过错的 那么这个过错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违反规定 第二个是没有理行 或者没有正确理行这个职责 那么这个违反规定怎么就理解 违反什么规定 也是三个方面 一个是国家的法律法规 第二个就是国有资产监管的规章制度 就是我们各部委出台的 有关国有资产的监管的这样一些规章制度 那么第三个方面是指的是 我们这个企业的内部管理的相关规定 这个指的是违规 那么另外我们怎么就理解没有理行职责 没有理行职责我想也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个是拒绝理行职责 什么叫拒绝理行职责 就是应该理行的职责明确地拒绝理行 就是该管的事不管 那么第二个就是拖延理行职责 就是在规定或者合理的期限内 你既不摇头也不点头 第三个就是善理自首 第三个就是善理自首 这个就是我们怎么就理解未理行职责 还有一个我们怎么理解没有正确的理行职责 那么这个也是从三个方面来 一个是超越职权 就是在无相关依据或者搜权的情况下 违规决定处理其无权决定处理的事项 那么这里通俗的讲就是不该你管的事你管 那么第二点就是讲违反规定 处理企业的经营投资的事务 那么这个主要是指不按照规定内容和程序 就理直 第三个就是不认真理行职责 就是在理直的过程之中有不负责任的情形 这个是怎么理解未正确的理行职责 第四个要件是客观方面 那么客观方面就是包含我们有关人员有违规行为 有损失后果 以及违规行为和损失后果之间 它是有因果关系的 这是我们如何去判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的四个要件 那么前面讲的就是违规经营的一些要件 那么跟哪些事相关呢 就是根据六三文讲的十个方面52种情形 那么国度委的3710讲的是 十一个方面72种情形 那么其实核心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理系机制层面的 包括了集团管控跟风险管理 那么第二个是八个高风险的业务领域 那么从集团管控方面来讲 我想值得我们特别需要关注的就是 对集团的重大风险隐患 利空缺陷的问题视察 或者是发现但是没有及时报告处理的 还有一个就是对所属职企业 发生重大违法违规违纪问题 造成重大资产审失 或者对集团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这个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一点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 国家有关监管机构 就是经营投资有关重大问题 这个提出整改要求 拒绝整改或者拖延整改 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风险管理 那么风险管理有几个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就是一个是没有按照规定 理行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建设职责 导致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缺失 这是第一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那么第二点呢是这个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 未执行或者执行不力 以及内控流程存在重大缺陷的 那么这一点其实提醒我们 必须要开展这个评价的工作 你不评价你怎么知道这个内控及风险管理制度 不会执行或者执行不力 或者说内控流程存在重大缺陷 第三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 对经营投资重大风险 未能及时分析、识别、评估、预警、应对和报告的 这个就是执行我们风险管理的一个基本流程 第四点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 瞒报、漏报、仿报或者持报重大风险和风险 这个省事件的就是在风险管理 这个需要我们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六三文、三十七号令 没出来之前坦率的 我们风险管理都是一个奢侈品 那么六三文跟三十七号令出来以后 我觉得风险管理它已经不是一个奢侈品 它是一个必需品 这个必需品是跟我们各位领导的切身利益 是仅仅相关联的 第三个就是这个购销管理 这个不展开 包括像这个工程 第四是工程承包建设 有这个八个追责点 那么第五个就是这个追责 这个资金管理 那么资金管理呢 这里面有一个第七个这个追责点 就是因财务内控缺失或未按财务内控制度执行 发生资金挪用、侵占、盗戚、欺诈的 那么这个是特别需要我们注意的 这个因为很多我们比如说资金挪用、侵占、盗戚 包括欺诈 这里面就是从我们的很多的案件分析来看 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财务内控的机制设计方面 比如说典型的就是不向用岗位的分离 这个做得不够 就导致了这个资金的挪用、侵占、盗戚、欺诈的 这个坦率来讲 在我们很多中央企业里面 包括近期也都发生了一些这个案件 也发生了一些案件 那么相关的也是这个一系列的这个领导 也是受到了这个追责 那么像这个第六个是这个产权转让、上市公司股权转让和这个资产 第七个是关于固定资产的投资方面的 这个第八个是这个投资并购 就大概有十个追责点 改字改走是七个追责点 这个境外的基因投资是六个追责点 这个都不多说 那么这个损失的程度的发亨的标准是有三个标准 一个是五百万以下的作为一般的这个资产损失 那么五百万以上和五千万以下的作为这个较大的这个资产损失 那么五千万以上的作为这个重大的资产损失 这个是三类标准的一个发亨 那么从责任上来看的是三类责任 一个是直接责任 一个是主管责任 一个是这个领导责任 那么从影响上来看 从影响上来看 就是一个是组织处理 一个是扣减薪酬 还有这个基于限制 基于处分 移送司法 就是这个基本上 这个由于这些风险管控的不到位 跟我们各级领导的位置帽子跟票子 这个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而且它要是 它也是终身追责的 不管你是已经调离或者退休 这个是要进行终身的这个责任追究 进行终身的这个责任追究 那么针对于这个三十七号令 六十三号文 这个国则卫也是发了一个 四十三号文的一个要求 那么就是核心是要求中央企业 不断地建签以追责来处发展的这个长销机制的建立 因为责任追究不是目的 那么主要通过责任追究 来促使我们国有企业的各级领导 第三个方面是给大家分享的就是前面如何来提升我们风险管控的这个思路方法 以及一些业界的一些先进的实践 看看能否给我们有些借鉴跟参考 这个就是其实前面讲的关于风险内控和合规 这样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如何来通述的对这个风控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简洁的一个理解 这也是结合我二十年来的一些工作的一些心得 就是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高度的浓缩 就是比如企业风控就是指在保障和促进企业经营和管理的各项目标的一个实现 使用目标的设定和风险的评估 那么综合运用组织程序制度数据和技术的要素 来确保目标和目标实现的过程的可预期可管理 那么它涵盖了我们企业的这个目标决策计划执行监督业绩回顾的一个前过程 简单的讲这个企业风控就是通过一个过程两个保障 来实现企业的经营的有序和管理的规范 那么这个所谓的一个过程是什么 就是我们事前要有标准 这个标准是以风险为导向的 把我们的管理的规矩 管理的程序 管理的标准我们要把它建起来 第二个就是失踪有执行 那么失踪有执行讲的就是 我们各个业务部门开展各项业务 要按照既定的程序标准来开展我们的各项业务 第三个就是事后有评价 那评价就是我们事前的标准有没有 见不见前合不合理 我们过程执行有没有偏离 有问题找到了我要持续地去做整改 不管是设计层面的还是在执行层面的 这就是一个过程 那么要讲我们这个过程有效地运转 我们的有两个保障 一个是我们的基础保障 这个就包括了像公司支离组织授权 云力资源绩效好合 风险文化等等 这样形成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说的内控的环境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机制保障 包括风险评估常态化 我们有信息技术做支撑 我们还要有这个追责机制的建立 来保障我们这个过程的有效的开展 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内控它不是一个呆一的制度 它是一个体系 讲的就是这个一个过程两个保障 涵盖了我们的失前失中失后 这里面也是有一些典型的案例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某一个大型的 我们的一个中央企业做建筑施工的 也是连续14年这个进入世界500强 在同时在这个中国香港跟这个大陆 在上交所同时这个上市 同时上市 那么从业务板块上来讲 它是有八大这个核心的这个业务 包括像基础设施 看查设计跟咨询服务 完了工程设备和零部件的制造 包括金融的这个投资服务 包括像房地产的开发 像资源的开发 以及海外业务和投资业务 这八大核心业务 这个就是我们是从项目实践上来讲 因为原来我们是在两地上市的时候 我们这个协助我们这个央企 做了一个满足上市监管要求的 这么一个内控的这个体系 那么去年的领导考虑到 这个现在的这个包括监管要求的风险 内控 合规 包括这个企业预长过程中的三标的一些要求 就是提出了一个大内控体系 建设的一个总力的失落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四为一体的 这个大内控体系的一个建设思路的提出 那么它的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围绕这个目标 风险 控制 运行 评价 提升这样一个基本逻辑 来为指导 那么最后的建设以流程为抓索 来融合各管理理系的要素 来进行各管理理系的一个整合 那么就把风险 内控 合规 包括三标 进行了一个四为一体的整合 那么这个最后形成了一个基于流程的 一套这个管理理系的整合构建了统一的管理体系 那么这套管理理系的一个是为公司的领导提供了一套 这个战略执行的保障 为我们的这个管理人员提供了一份管理的尺点 一个管理的地图 那么为我们的员工构建了一张这个工作的一个前景图 那么这个项目结向以后呢 我想是取得了这么几方面的一个作用 一个是突出了我们党委的一个核心作用 就是在重要的管理事项流程里面 我们增加了这个党委会的审核节点 那么充分地发挥了党的核心领导作用 这个就是在新时代的这个公司治理 就党建如何这个党委在这个经营管理过程之中 如何发挥这个党的领导作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 是这个依据外规 检视内规 就收集整理这个法律 部门规章 政策文件 地标检视公司的这个内部规章制度 就是外规内化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是这个多体系管理融合的这个 这个满足这个多体系管理 这个大融合的这个要求 就是风险 内控合规管理流程的这个 这个理系的前覆盖 前面实现的风险管理 内控合规 安全生产 质量环保 等管理事项的这个大融合 就同一事项 同一流程 同一要求 统一文档 既满足外部的这个监管理系认证 这个包括内控评价的各类事项的这个监管 这个管理的要求 第四个方面呢 是落实责任 强调这个合规理直 就是这个主要是突出了各级管理员 在内控风险管理合规的这个职责 保证了这个权责的统一 第五点呢 是这个理系文件的清晰简介 就是这个充分底线的管理体系整合的这个概念 既满足了外部的监管要求 又满足了公司这个高质量发展的内部管理的一个需求 因为通过整合以后 这个我们这个大型养企已经就是一套管理体系 就是一套管理体系 那么最后一点是推进这个新型化建设 实现这个管理的一个闭环 实现管理的一个闭环 这是第一个项目 那么第二个项目的是这个 也是我们某个养企的这个内控的 通过内控的评价来改善这个管理来提升这个价值创造 因为这是一个航运类的这个央企 因为在在前些年 遇到了一些这个舒适档环境的影响 这个经营上遇到了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些挑战 那么特别是在这个自有船 以及周日船的这个运营上面 这个面临的挑战应该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大 特别是在那个三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周船的经营这个持续的恶化 这个持续的恶化 那么通过这个专项的评价 我们发现这个公司在周日船的经营方面 主要是存在着这个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那么第一个就是这个周日船的年度计划 和策略的这个管控 这个是有待遇加强 第二个方面的周日船的经营效益评估的这个偏差率过高 第三个就是这个对这个传东的知性的评估的标准 这个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 那第四个问题的是这个对传播的状况 这个评估有待于进一步的这个加强 那么最后一点呢是这个对周日船的运营的跟踪 分析评价管控有待于进一步的加强 那么找到这五大问题以后 我们也是提出了针对于这五大问题 这个提出了这个五项提升的改善这个建议 那么有效的这个推动了周日船的专项管理的改善 那么周日船的这个业务经营效益 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这个提升 最终这个实现了这个扭亏为盈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通过 因为是1617年我们通过两年的一个连续比较 就是公司周日船的整理的这个经营绩效改善是 超过了两个亿 那么单行制的效益也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 那么从过去的这个亏损42.3万 到这个盈利40.5万 就是单行制的效益 从差于自有船到大幅的优于自有船 那么剔除掉这个运价跟市场的回暖的因素 我们保守的估计 那么通过这个专项的这个内控的评价和专项的改善 那么为公司的这个创造的价值 应该是超过了4800万 超过了4800万 那么通过这个案子 我们也有一些这个体会 那么一个体会的就是 这个由前面系统到这个聚焦重点的一个转变 那么从评价内容呢 从过去围绕这种常规的这种模块的评价到聚焦重点 那么第二个呢 就从评价的结果来看 就是缺陷的分布 就从过去的小问题到现在能够回应这个主要领导的关切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领导态度的转变 从过去的不太积极不太重视到这个非常的重视 这是一个转变 那么第二个转变呢 是从这个有没有做没做到行不行的转变 这个内控评价 从这个重形式 轻实质到既重形式更重实质 因为有没有就是从设计的这个有效性方面 那么做没做的从执行的有效性方面看 而我们最终我们既要看有没有也要看做没做 更要关注好不好 就是有也好做也好 最终就是我们这个运营的结果好不好 我们要关注这个实质 关注这个实质 这是这个第二个案子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么第三个案子也是我们这个某阳企的这个 丰公信息化的一个实践 那么这个体验呢 应该是号称中国最挣钱的这个房地产 也是我们这个某个大型影响企的一个二级公司 那个在18年大概利润是超过了500亿 超过了500亿 那么超过500亿 从我们帮这个企业来搭建这个风控信息化的视角来看 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风控的信息化做的是 整个风控我觉得做的是非常的有特色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企业坦率地讲 这个风险管理还凌流在年度的这个风险评估 这样一个相当于静态的这个风险管控的这样一个阶段 而我们这个其实已经做到了这个以天为单位 因为在全国70个城市开展这个有项目 有项目 那么这个是比如从项目从规划设计到楼房建设到售楼到物业管理 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事项就做到这个风险的前生命周期的这个管理 什么事项有什么风险怎么去应对怎么去管控谁去应对 最终到这个时间节点这个风险关闭了没有没有关闭又是什么原因 最后关闭以后还要做这个经验的总结 完了这些东西这个事办成了搞成功了 什么原因什么因素可以供其他的这个地区的公司来做这个分享 因为他做的一个三级管控 就是比如项目公司区域公司和集团总部 低风险是在这个项目公司要负责管控 那么中风险到区域公司就到二级公司 高风险是要到集团公司进行这么一个这个闭环的 形成一个闭环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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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 那么从这个实践来看呢就包括这个对于问题的整改 就通过比如通过评价发现我们在风险管理过程中 包括在内控的管理过程中还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缺陷 那么这个也是做到要做到一个在线的这个整改 因为他们的一个特色就是说 审计部提出这个整改问题和整改的要求 那么同时在集团的这个其他的业务职能部门有一个有一个义务 就相当于叫杜导这个部门 这个杜导部门要提出杜导的这个这个建议 那么整改的单位要实时的去反馈这个整改落实的这个情况 这个也是做到的这种这个这个在线化 那么像这样一旦下来以后的就是整个集团的 比如说面临的一些共性的风险面临共性的一些管理中的问题 就是能够这个非常清晰的就是这个这个 包括这个问题目前整改的一个状态 就是在集团层面在二级公司在三级公司 都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管控 那么从这个项目成效上来看 就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的一个成效 一个就是说实现了这个风险前过程的这个线上管理 包括事前的年度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方案 事中的重大风险应对和预长的风险的这个肖像 以及事后的问题整改和这个管理经验的这个沉淀 那么第二个成效的就是前电条的这个责任的落实 这个前电条的责任落实 那么这个主要落实重大风险和预长风险的应对措施和责任到人 实时的进行风险的跟进 限时限运限量揪偏揪 确保这个不露向完整高效的完整这个风险的管控 那么第三个就是成效的就是前职能的管控协同 这个就是包括各个层级各个职能部门使用线上的这个风险管理的平台 来协同开展这个风险管理的工作 实现这个线上纵向的贯通 横向的联动 动态的共享 从而来前面的这个提升风险管理的一个效果 那么第四个就是成效就是这个前问题的规口整改 那么这个就是集中管理以前分散的这个审计发现 包括上级的检查问题 检查建议书管理 建议书等来自不同的这个领域的这些问题 这个问题清单和整改的是一目了原 这个动态的进行这个跟踪 那么第四个案例的也是我们一个这个世界500强的一个上市公司 它的这个内控评价的这个信息化的一个实践 那么这个企业的也是这个特别的棒 就是它现在先传都不是说它完成了多少销售收入 挣了多少钱 19年是这么先传的 19年说前年的纳税总额超过了1000个亿 这个纳税超过1000个亿 从我们做内控评价的这个信息化的实践来看 这个它有它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我们现在基本上能够做到年度的内控的制评 我觉得已经都非常不错了 这家企业的内控评价做到了月度 就每个月的10号到20号 对上一个月的大概两个主要的风险大概50个左右的这个控制测试点 进行前缘的前公式前缘的前业务链条的这个测试 那么就是把第二个月 把上个月的运行过程之中的这些问题 在第二个月进行一个有效的增改 它是真正的把内控的评价深度的契合在这个业务的管理和提升这个联络 已经作为管理提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去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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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的 那么从项目成效上来讲 一个是我们运用的这些新的技术 这个包括一些这个跟这个平台的一些架构啊 包括这个跟数据仓库的集成啊 对营销财务资金领域的这个开展 自评的时候的这个自动抽样啊 保证这个样本的真实完整 这个提高这个自评的一个质量 那么第二个成效的就是前链条的这个责任的落实啊 那么从自评整改符合确认 这个检查各式极致啊 限时限运限量查缺不落 纠偏纠错啊 提高这个风险管控的一个效率 第三个成效的就是风险管控职能的协同啊 这个包括集团区域啊一线公司 这个各部门的在线的协同要开展自评和整改 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啊 动态共享 流程风险控制样本优秀动作啊 这个逐步成立和固化 提升我们这个内控的一个价值 那么第四个成效的是前面前缘这个前覆盖 那么这个支撑就是每个月两个高风险 关联50多个高风险的这个关键的控制点啊 以及每年的一次的这个前面的自评工作啊 就覆盖了这个这个60多个单位 1000多个用户啊 就形成了前集团的这个内控管理的抓索啊 提高了这个企业内控的这个成效 那么第五个典型案例的就是这个大数据文工智能啊 在这个风险监测中的一个作用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开发了一个这个 类似像是一个数据中态啊 我们从数据治理 从数据的抓紧到模型算法 到最后的这个展示应用啊 这个这个有一个这个完整的一个技术中态 那么其实在今天啊 不管是做风控还是做审计 我觉得要充分的这个运用啊 包括大数据包括员工智能啊 在这个智能管控中的这个这个作用 因为这个技术层面上呢 已经已经已经这个相对成熟啊 比如说我们用一些我们单位的 这个企业的一些业务数据跟财务数据啊 我们这个构建一些这个模型算法啊 就是这个呃 比如说我们把公司可能分为四类一个是高风险啊 次高风险关注正常 像这个公司我们算出来 这个公司就是一个高风险公司 而高风险他们家有这个多少个风险啊 比如这家企业算出来 那我们有总共有28个风险 那么 那么可能有业绩这个这个连续亏审啊 导致可能会有退市的风险 有控股股东高比例质压的风险啊 包括这个非经常性审议的异常等等啊 比如股权质压爆仓的风险 以及它的整个数据的状态 比如说第一大股东啊 整个的这个这个股权质压比例高达 超过98%到了这个99%啊 那么还有包括非经常性审议的风险啊 因为它的整个的这个这个这个盈利 是来自于非经常性审议 剔除掉非经常性审议 这个企业是亏审的 那还有这个比如说 这个业绩预告跟业绩快报 以及最终的实际的业绩啊 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偏差等等等等啊 还有比如说现金流匹配的风险啊 以及这个员工费用支出匹配的异常啊等等啊 这个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特别这个这个 今天我们需要特别关注这些大数据 在我们整个这个风险监造预警和我们内部审计中的啊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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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啊 那么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国际上的案例就是美国的师科啊 这个师科呢也是在500强里面 在14年是排名这个214名啊 214名 那么师科的风险管理呢有这么一些特点啊 第一个特点呢就是 它的目标非常的明确啊 它的所谓的这个目标明确就是要 具备这个业内一流的治理风险管理和这个控制机制啊 要建立这个效力高效果好 合乎道德整折的这个治理风险管理和控制流程啊 来提升这个股东的这个价值 那么第二个特点呢 它是有完善的组织机构 及清晰的这个职责 那么比如董事会 主要是负责制定清晰的这个明确的这个治理政策啊 商业行为整折 道德整折 以及新储股权股标交易整折和规范 那么下面它有一个道德规范管理办公室啊 主要是负责监督商业行为整折的这个征所情况 每年的这个要员工进行一个 对这个规则的要进行一个确认 那么封控部门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业务部门啊 提供这个风险访工的咨询 并协调相关业务部门有效的应对和处理这个这个风险 而我们的内省部门主要是负责监控财务流程和内部管控啊 直接向董事会报告 这个封控部门的主要是针对企业这个业务流程啊 那就是要设置一些这个关卡啊 让这个企业不能全能快速的乱跑 而是要经过一个评估的流程啊 使用一定的标准要进行自我横面啊 这样既能够控制风险的又能够扎入这个商机 那么内省部门的核心的职责是发现问题啊 就是像这个董事会以及审计委员会啊 来及时的报告这个审计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 我们的这个业务部门啊 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这个风险防控的我们的一道防线 就是每个职能部门都要对自己的风险来承担相应的这个责任 那么像董事会的主要是 像这个一年评估出来大概是120个风险啊 就是董事会要在前面掌握的基础上 那么要重点关注啊 对企业长期和整理发展 有重大影响的 比如说重组啊 并购啊 产业整合啊 战略联盟啊 等等20到30项的风险 就避免决策成遭遇想不到 或者大吃一惊的这个情况的发生 那么像风控部门呢 主要是这个 对公司面临的这120个潜在风险 要进行前面的感知 预警这个测量和评估 而且要协助这个业务部门 来制定这个相应的这个风险管控的一些措施 而我们的审计部门啊 要来这个这个进行前面的审视 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些风险 我们这个在应对上还有没有短板 还有没有遗漏啊 这个这个短板这个差距在哪里啊 而且要基于这些短板差距 要提出这个这个优化的这个建议啊 提出优化的建议啊 那么这里面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理念 就是叫这个风控部门在方法任何框架上啊 要给予我们业务部门的一个前方位的支撑 那么他强调的只有当企业的每个角落 都有一张警惕的眼镜的时候 这个风险才有可能被遏制在这个萌芽的状态啊 尤其是这个基层的风险 那么一线员工呢 是往往最最先直面风险 但这个如果企业没有一个快速的预警和响应的机制 那么一旦这个基层的风险上报到这个高层的时候 那么风险早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漏洞 我觉得是他们这个理念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那么思科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科学的风险管理的流程啊 就是形成一套这个思科的风险管理过程 仅仅的为了公司的目标和战略 然后再把这个战略和风险的监控啊 结合在一起啊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风险管理的一个闭环啊 形成了风险管理的一个闭环 那么在这个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啊 各级高层管理要思考而且要回答三个问题 第一如何把风险降到最低程度以保护业务的有效发展 第二如何优化风险管理和应对的能力 第三如何积极的面对和承担风险 而不是消极的去应对 第四个特点啊 就是思科的这个风险管理的第四个特点 利用量化的利用信息化的工具啊 来对这个风险进行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前生命租期的啊 一个一个管控啊 这是这个思科的这么一个这个特点 那么最后呢 今天这个呃 做一个小节用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内控的这个几重境界啊 一个是最高境界 这个浑然不觉啊 无为而至 再往下道德感召啊 再往下这个法治规范 最糟糕人之天下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谈内控谈风控 我们要从人之天下 到法治规范啊 到道德感召 到最后的这个浑然不觉啊 这是那么最好用孔老夫子的一句话 作为今天课程的一个小节啊 看到人家活到七十三瞳悟 叫从心所又不于觉啊 这也是我们这个内控追求的一个 最高境界 那么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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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